明述记第34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 归你们做产业的迦南地 及它的四境 就是以下这些地区 你们南面的地区 要从寻的旷野 贴着以东边界 你们的南界 要从沿海东面的尽头起 你们的边界 要转到雅克拉宾波的南边 经过巡 直达加迪斯巴尼亚的南边 又出到哈萨雅达 过到亚门 你们的边界 要从亚门转到埃及河 直达到海 西界方面 你们有大海和海岸 这要做你们的西界 你们的北界如下 从大海起化界 直到荷尔山 从荷尔山起化界 直到哈马口 使边界直到西达达 这边界再升到西肥伦 直到哈萨以南 这要做你们的北界 你们要从哈萨以南 化到四番为东界 这边界要从四番 下到亚岩东面的利比拉 这边界要继续伸展 直达基尼列湖的东边 这边界要下到约旦河 直到沿海 这要做你们的土地四周的边界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 这就是你们要抽签承受为业之地 是耶和华吩咐给九个半支派的 因为刘本子孙的支派和加德子孙的支派 按着附加已经取得了产业 马拿西的半支派也取得了产业 这两个半支派已经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东岸向日出之地得了产业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是要把地业分配给你们的人的名字 以利亚萨基斯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你们又要从每支派中选出一个领袖 来帮助分配地业 这些人的名字是 犹大支派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西缅子孙的支派有亚敏乎的儿子士姆利 便亚敏支派有基斯伦的儿子以利达 但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 是约利的儿子布基 约瑟的后裔 马拿西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 是以弗的儿子汉涅 以法连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 是石伏丹的儿子基姆利 西布伦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 是帕纳的儿子以利萨凡 以萨加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 是阿萨的儿子帕铁 亚瑟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 是士罗米的儿子亚西乎 拿福塔利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 是亚米乎的儿子比大黑 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 把产业分给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的